特區政府在去年推出的大安區青年就業計劃 總而言,這是一個好事 香港工聯會作為這個計劃的參與者 我們亦是受惠者 去年獲得三個 其中兩位同事上來工聯會廣州畢業出來 參與政府這個計劃 上來他們作為自己當事人 他們都很想有這個機會進入大安區 發展文體、內地的變化 同時這個計劃參與者亦是協助工聯會做青年工作 所以他們在這裏某程度是雙重角色 對於工聯會參與兩地社會事務 培養人材 這亦是一個很好的純身上司 我現在在香港工聯會廣州中心做青年工作 內地之前,我對於自己都有一個目標 因為始終香港青年在內地 都知道他們是缺乏一個香港的朋友圈 和他們在內地可能未必會這樣適應 所以我希望來到內地之後 都是幫到他們 和希望可以形成一個社交圈子 有一個平台給他們交流 或者大家一起出去玩、吃東西 好像和香港一樣 其實現在在香港 我們外出花錢 其實多數都是在用紙幣 在內地 其實我自己來說 是真的沒有帶過錢外出 而且在內地的智能化的商店也好 或者是一些企業也好 其實都感受到內地科技的高速發展 剛開始來到是沒有朋友圈的 是透過活動和自己去結識朋友 都有自己一個港人的朋友圈 其實大家相處都很開心 因為始終我們在香港長大和讀書 其實我們的文化和生活習慣都很相似 所以我現在都很享受這類生活 都希望未來大家都可以留在灣區 我現在是廣州公園資訊服務重心 都擔任航空港市 身為一個香港人 希望不早就離家近一點 而大灣區 而粵港澳大灣區 亦是一個香港人發展的不錯平台 所以我選擇通過這個計劃 就回來大灣區發展 我當時是21年3月開始申請 經過幾三輪的面試才入職工聯會 我入到來之後 我在香港才實習兩個月 就熟悉我們內地中心這一邊的工作 之後就來到廣州這一邊 我覺得18個月其實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只不過是我這個事業的適合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在未來的日子裏 都可以繼續留在這邊 在這邊繼續深艱 在大灣區這邊繼續發展 是中山大學法學院的畢業港生 我其實來了廣州 叫做今年踏入第五個年頭 因為我前四年都在廣州這邊 去度過我的大學生活 留在內地一定是回香港 其實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挺大的困難 因為可能大家都知道 可能生酬對比不同 我又看到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以香港大學生的平均工資 在灣區在內地發展 又解決了我後顧之憂的情況下 再接受挑戰 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在青年工作方面 其實都可以幫到很多師弟師妹 或者有很多同學說 其實我原本想申請來內地讀書 但我不知道怎樣申請 其實我可以以過來人的經驗跟他們說 當我正式在這裏工作 那時其實我遇到的挑戰困難都非常多 從去年六月到現在都將近一年的時間 我覺得自己起碼在這方面成長了很多 無論是處理事情 在控制不同的工作時間上 或者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還是覺得比以前是成熟了很多 在一年的工作期間 其實我是有親身了解到 我們灣區各方面的發展 灣區的發展是一個很值得期望的地方 所以我也很希望未來可以 溝通我們香港和其他灣區城市的發展方面 可以去做出一些事情 而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